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上道德课 来,小朋友们拿道德作业书 然后打开第24页 好,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关于 我对邻居要友善 好,我们看下面的图片 那如果棒的行为呢,我们就要把它打勾勾 如果不棒的呢,我们就要把它打叉叉 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的图片 这个女孩子,她正在帮隔壁家的小花、小草 她帮她浇水 这个是好的习惯,还是不好的呢? 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打勾勾 那我们看第二个的图片 有一个男孩子,他做什么呀? 他把垃圾丢在隔壁家 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哦 我们就要把它打叉叉 好,我们看第三个的图片 哇,你看这个两个家都很要好 他们一起聊天 啊,这个是很棒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要打勾勾 那我们看第四个的图片 哦,有一个男孩子 他正在扫地啊 但是呢,你看 他把垃圾都扫到隔壁家 啊,这个是不好哦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打叉叉 好,我们看第五个的图片 第五个的图片有两个女孩子 他们做什么呀? 他们互相分享 这个是很棒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要把他打勾勾 好,最后一个了 我们看 哦,你看这个男孩子 他叫这个人呢 他叫狗币的人 他叫,哎 但是这个呢 他不理他 啊,我们不可以是一样哦 如果有人叫我们 我们就要回答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他打叉叉 好,小朋友们记得在家坐哦 小朋友们加油